请 见过掌柜的 先生免礼请坐 不敢 在下走投无路之时 多蒙回春堂收留 在掌柜的面前 岂有在下的作为 不 您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 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 说不定您是位秀才 举人 甚至是朝廷的官员 如果您恢复记忆之后 发现果真如此 那我们岂不是失礼了 先请坐下来说话吧 是 在下 恭敬不如从命 退下 是 掌柜的找在下来 不知有何交代 请容我问您几句 先生的确对自己的名字 完全不记得了 是 的确都不记得了 那在铁弹发现先生的时候 您身上有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物品呢 在下醒来的时候 除了这身衣物 什么也没有 既然如此 先生 何不再是借用一个名字 一来便于称呼 二来 我们对官府 也好有个说辞 掌柜的这话怎么说 布门先生 官府里一直有人对我们回春堂乱找麻烦 所以如果让他们知道先生的身份不明 恐怕对我们回春堂不利 掌柜的发善心收留在下 倘若因此 反而替掌柜惹来麻烦 岂不是恩将仇报 在下 还是离开回春堂吧 不 您失去了记忆还能去哪 还是留下来 等恢复了以后再说吧 我并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只是希望尽量做到西式宁人罢了 您看 这样行吗 我叫吴慧娘 先生就充当我娘家的远亲 暂且姓吴 至于 至于名字吗 掌柜的好意 在下若是仍要推辞 就显得太过矫情了 也罢 在下就以吴明二字作为姓名 稍稍弥补无姓吴明的窘境吧 好极了 我多年未见 一时没认出来 通知下面的人 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 说三道四 休怪我把他们赶出回春堂去 是 先生 为了避免让外人起疑 请您指护我的名字 我就称您 称您一生九叔吧 不 在下万万不管 恐怕必须如此 我这么做 不但是为了您 也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你自己 掌柜的 我才嫁过来没多久 丈夫就突然去世 回春堂家产不少 先夫又没有其他的 什么亲人 多一个娘家人照应 多少能消除外人的 觊觎之心 可是在下连自己 是什么人都不记得了 又有什么能力 帮助掌柜的呢 至少知道 先生是位读书人 看看账本 盘点一下 库存的药材 总是可以的 那倒是 在下对回春堂的 药材气味十分熟悉 对那些药材 也像是全都认得 说不定 您以前侍卫大夫呢 或许吧 不管先生 是什么样的人 都必须坚持 我们的说法 如果先生的身份 被人揭穿了 恐怕连我 都要受到波及 请先生全力的配合 在下明白了 可是掌柜的娘家情形 在下却是一无所知 我会尽力的 让先生明白 好吧 在下就尽力配合吧 这算什么事啊 凭空爆出个九叔来 竟然连我的账本 都得给他看 这回春堂啊 真成他们无家的了 那也没错 老掌柜的 没亲没倦 就剩下一寡妇 再怎么说 也是名媒正取 迎进门的 说他是无家人的 那也何情何理 没什么可说的 那不行 咱们俩在回春堂都干了大半辈子了 绝不能便宜了那娘们 那你打算怎么办 告到官府去 说你丁人是老掌柜的亲戚 这回春堂的产业有你一分 我 算了吧 他让无名管 就让他管吧 既没少你的工钱 又没把你账房辞了 不就多一个人吗 哎呀你倒是看得开呀 什么无名啊 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臭穷酸 等等等等 丁人哪 你要不想在这回春堂干了 那是你的事情 有牢草等别的地方发现 我这大夫啊 在这干得挺好 我可不想卷铺给走路 哎呀你你这 九老爷 您就住在这里 这太升华了 恐怕不太合适吧 九老爷 这里以前是老掌柜住的 您是我们家小姐的长辈 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 音信姑娘 你知道 这只是对外人 暂时用的身份 那也得我们自己先习惯才行啊 要是被人家识破 您和我们家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可就糟了 啊 是是是 九老爷 我跟您说吴家的事情 您可要记清楚 千万别忘了 哎 忘不了 哎 怎么了 您不会现在就忘了吧 不 我只是觉得奇怪 对刚才说的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见得我的记忆里并不差 可是为什么对过去的事情 却一点都记不得了 九老爷 我相信您是受到了刺激 不过不要紧 这段时间 您安安心心的待在回春堂 我相信要不了多久 一切都会记起来的 哎 但愿如此 只是没想到 能知道自己是谁 竟然会是一种奢求 他安心的住下来了 住下来了 完全没有怀疑 你确定 他没有认出你来 我能确定 你这么有把握 我师父的忘忧伞 从来没有失误过 那就是说 他再也不会想起从前的事了 那不一定 这些事情 被他藏在记忆深处 如果没有强烈的刺激 不会唤醒他 这么说 他还会想起从前的事 没错 但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了 只要他留在回春堂 谁也找得到 九老爷 您起来了 铁蛋 能不能别这样称呼我 不这么称呼怎么行 您是掌柜的九叔 我们是该这么称呼的呀 铁蛋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 总听说 人要衣裳 活要精装 现在看来 一点都没错 九老爷换上这身衣服 就像个圆外爷 我倒觉得穿在身上 挺不自在 那当然了 恐怕你一辈子 都没穿过这么体面 是不是啊 我的九老爷 丁大爷最爱开玩笑了 丁大爷 您在说笑话是不是 我不是在说笑话 我是在看笑话 我是在看笑话 张房先生 或许在下并不适合这身锦衣 不过却不至于 不看到令人耻笑的地步 还请张房先生自重 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九老爷了 别人或许不知道 我丁人记得清清楚楚 你当时来回春堂的时候 分明是个失去记忆的穷要贩的 你还真冲起来了 丁大爷 您就少说两句吧 我为什么不说 好好的回春堂 冒出个什么来路不明的九老 你是来混吃混喝的 还是来分回春堂产业的 就凭你来路不明 我就可以把你告到县衙去 丁人 你敢 张贵的 张贵的 我 丁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没把我的话交代下去吗 我说过呀 我说九老爷是你娘家派过来帮你的堂叔 来的路上遇到了劫匪 抢走了财物 然后受了刺激 忘了自己是谁 再说小姐已经十年都没见他了 不认识也很正常嘛 丁人 我说得清清楚楚 你是不是故意想让我被掌柜责骂 不是 丁姓姑娘你误会了 你的确说得很清楚 我只是 我只是 丁帐方他没有恶意 只是 回春堂的老人 不过我才是老掌柜唯一的继承人 既然他把这回春堂交给了我 就应该由我来做主 我是把这回春堂的家产分给九叔也好 是全数捐给穷苦的百姓也罢 都要由我一人决定 你明白吗 是是是有掌柜的决定 回春堂不能没有账房管账 却也不是非你盯人不可 如果以后你老老实实地坐下去 不惹是非 或许将来我会把家产分你一分 如果你再拐不住你那张嘴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立刻扫你出门 是是 掌柜的 我绝不再犯 绝不再犯 九叔 随我大听你说几句 丁人 掌柜的脾气我最清楚了 他是说到做到 你可别逞一时口舌之快 而丢了这个饭碗 是是是 多谢银行姑娘关照 铁大 你笑什么 丁大爷 你这样子是不是人家说的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去去去去去 你个臭小子 瓶养了你 我就不信 你真的是什么酒了 你们下去吧 是 没想到 还是给你惹麻烦了 不 这是我意料当中的事 丁人的性格原本就是如此 看不得别人好 不过 我也正好借此机会 告诉回尘堂的人 你酒老爷的身份 是货真价实的 这对我接下来的安排 也有好处 什么安排 我想 让您在回春堂 真正的开始管事 啊 这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您也看到了 我现在这种状况 面对回春堂 这么大一个家业 我的确是需要人手 先生 您在恢复记忆之前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们何不认认真真的 把回春堂 当成一个家经营下去呢 掌柜的 我 请听我说下去 是 掌柜的请讲 我娘家 是从事药材买卖生意的 老掌柜在生前 是我爹的好友 也是生意上合作的伙伴 我娘死得早 我也没有兄弟姐妹 我爹 更不幸 患上了不治之症 所以 在他临终之前 把我许配给老掌柜 做填房 虽然只是记事 却也图个一生 有人照顾 只可惜 慧娘我这一辈子 注定是无依无靠 我也只好认命了 我没有后代 也绝对不会在家 只希望把两家在医药上的事业 承继下来 可是 先生知道 单凭我一个弱女子 如何能做得到 所以 虽然您的真实身份是谁 您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能感觉到 您是一个好人 而且 您有足够的能力帮得了我 所以 所以 我希望先生 至少在恢复记忆之前 能不能把我看成 像您的亲侄女一样 您就 像帮着自己的亲侄女一样 帮助我完成这唯一的心愿吧 您愿意吗 我不知道 在我的真实身份里面 有没有亲爱 如果有的话 我希望 她能像你一样 慈悲 善良 好 我愿意 我愿意替你完成心愿 好 九叔 起来 快起来吧 您先叩见九老爷 好 好 您也快起来吧 多谢九老爷 看来我们三个人 似乎都无家可归 那么就姑且 将这回春堂 当成自己的家吧 铁蛋 九老爷 还没休息啊 我还不想睡 到院子里走走 你也不睡啊 我提桶水 回房擦个身子 九老爷 有没有事需要我干 没有 你去吧 九老爷 那您早点休息 我究竟是谁 难道我真的一个亲人朋友 都没有吗 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 算了 就暂且住在这里吧 岂有此理 朝廷掌管重要军纪的兵记名册 怎么可能一时 石虹 你犯下的可是死罪 大人请息怒 属下又下心病 你身为兵部主部 掌管的是重要的军纪 那兵记名册 更是重中之重 就算你有再多的理由 也难逃罪责 大人啊 我 属下从来不敢 让外人接触名册 可是开封府派来的公孙先生 这跟公孙策有什么关系 大人曾亲口交代 为了便与查办 叶森通敌一案 兵部所有文书 不论机密等级 都准他调阅 抄录 是有此事 不过 只准他抄录 并没有准他将文书带走 且慢 石虹 属下在 你是说兵记名册 是在他抄录之后遗失的 回大人 正是 难道他抄录之后 你没有收回吗 属下日前接获老家通知 家父病危 大人特臣属下回乡探望 大人 主部房内向来不准任何人善入 兵记名册随公孙策离去 而同时消失 属下认为 此事他难拖干系 大人 恐怕到开放府追查此事 已势在必行 此事当然要查 不过 不可贸然行事 有有 大人 拿我的铭帖 去见王丞相 就说要重要军情 请他到兵部 向他面报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怎么会的 我怎么会对这些学位 如此之清楚熟悉 难道我以前 真是一位大夫 这怎么可能呢 公孙策久在开放府 他应该知道 兵级名册 关乎军机 他怎么可能 把名册带走呢 下官也认为 不该如此 然而主部使 洪正事 名册的确是在他 调阅之后一事的 这就是公孙策 这就是公孙策 借阅名册的签条 是 调阅后 归还之时 应该有公孙先生 将签条取回 销毁 如今 签条仍在兵部 可是名册 却不一而非 赵大人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不去开封府 问得清楚明白 下官也想去 不过 此去是必要追究责任 下官碍于包大人的身份 不敢造次 故而请相爷 前来言商 同时秉退其他人 以免 赵大人此举多余了 这是重要公事 何须有如此多的顾忌 包大人 一向执法守法 又岂能蓄意刁难 相爷有所不知 那公孙策 早已离开了开封府 此事 老夫虽不知原因为何 也早有耳闻 不过 他既然是由开封府 派来兵部调阅文书 那向包大人去追究 也是理所当然 相爷 倘若那包大人 对兵记名册之事 一无所知 依法论法 就该由兵部 行文行部 对公孙策 展开全面通缉 老夫相信 包大人绝无异议 相爷 当初兵部配合开封府 调查叶森通敌 叛国一案之时 由于试射军机 下官请开封府 开具切捷 加盖开封府官房大印 并由包大人 亲笔签字为凭 你是说包大人 正是 倘若找不到公孙策 追捕回兵记名册 那包大人 无疑会成为此案的共犯 好 老夫明白了 老夫就陪你去一趟开封府 一同去见包大人 老相爷和赵祥一起来找包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人脸色都很沉重 一定是朝廷出了什么大事 而且和兵部有关系 大人把我们都支开 而且又叫我们关上厅门 一定是出了大事了 趟该请包大人出主意 好了 别瞎猜 等他们走了之后 如果有需要 大人自然会告诉我们 战大哥 你怎么从来都不会 对这种事情感到好奇 没什么好好奇的 在开封府待久了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两位大哥 等他们走了之后 一定要立刻来通知我 我可不像战大哥那样 什么都不关心 千万别忘了 兵部认为 是公孙先生拿走了兵记名册 调月名册的签条 与主部使红的证词证明 的确是被他所取走 包大人 老夫和赵大人 虽然都觉得不太可能 可是事实俱在 也只能公事公办了 包阵明白 不过 不过 如今公孙先生已不再开封府 即便要对他查问 恐怕也无法顺利进行 不知 兵部如今 作何决定 下官想先请问包大人 对于公孙先生取走名册一事 是否知情 不 本府毫不知情 那么一包大人推断 他是否会将名册存放于府衙之中呢 赵大人多此一问了 依照兵部的看法 显然是公孙先生蓄意取走名册 而后离开境册 他又岂会将名册留在府衙 这包大人 相爷 包阵虽然对于公孙先生设案一事不以为然 却也不会让兵部为难 稍后 包阵会陪同赵大人 一同前往公孙先生原来住处 搜查便是 多谢包大人成全 不过查过之后 本府自会以开封府名义封门 在寻得公孙先生之前 不准任何人善入 以免遭到有心之人栽赃诬陷 包大人切莫误会 包大人 相爷 赵大人 并非我别有所指 但此事太过匪夷所思 所谓公孙先生取走兵级名册一说 无异于指控他 有盗取军机图谋叛国之心 这与公孙先生的过往言行截然不服 赵大人 若以本府之见 赵大人是否也该在兵部内部撤查 怎么 包大人认为 明册是被兵部的内贼所取走 既无凭证 本府岂能信口断言 难而 赵大人虽由叶森手中 结果兵部侍郎一职 据本府所知 并未将原有人员全数撤换 不知是否如此 的确如此 有些事务官僚一时难以完全更换 下官回兵部之后 自会多加注意 不过 有一事 下官要提醒包大人 相爷 不劳相爷费心 赵大人可是要提醒本府 关于保密切结之事 正是如此 包大人 朝廷立法如此 还望包大人多多担待 不 国法之前 何来担待一说 本府料想 赵大人 必然以知会行部 对公孙先生发向海埔公文 全面通缉 在期限之内 本府还不至于受到牵雷裂为共犯 那么 何不等期限届满之时再说 包大人 包大人委屈了 相爷 依法论法本当如此 包阵丝毫不决委屈 要记牢了 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破坏封条 如果善离之手 就唯你们试问 是 看着公孙先生的房间被贴上封条 真让人心里都不舒服 只有这样 才能保存物证 证明公孙先生 并没有犯下他们所说的罪行 铁大尔 铁大尔 批柴呢 铁大尔 要不然你看 我在干什么 对 你瞧我问 多笨 铁大尔 你想试试吗 不 这个我不行 打打算盘积极账 那才是我该干的 现在中午没病人 我倒说话了 铁大尔 你说咱们那个九老爷 真的是长大的亲戚啊 当然 掌柜的不会没事乱认亲戚的 你是第一个发现他的 你没感觉到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啊 铁大尔 你要是真没事干 为什么不找个地方打个盹 下午病人还多着呢 还得忙呢 哼 大人不会相信兵部的说辞吧 本府当然不相信 想必斩护卫也不会信 问题是 朝廷在通缉公孙先生 他们误以为是我们在找他 万一他还是避而不见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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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苦听说公孙先生被通缉 气得跑去兵部了 大人 我去看看 算你时下没有动手 不过 你们最好立刻把赵翔给我叫回来 否则 别怪我把你们兵部给翻个面 你好大的倒气 哼 不信 你们就试试看 拿下 住手 大人 他是大名鼎鼎的小侠爱护 就算你们一起上也拿不下他 爱护 我兵部可是军事重地 如今你持卸擅闯 可是杀头之罪 哼 我要是怕的话就不会来 赵翔 废话少说 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你要交代什么 你为什么要诬赖公孙先生 为什么让刑部通缉他 我没有诬陷他 通缉公孙策乃是朝廷的律法 包大人都没有意见 你又何必强行出头 哼 我是个江湖人 朝廷的律法对我无效 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民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该受到我大宋律法的约束 就单凭你这一句话 就该将你拘捕 依法治罪 哼 那还要看 你们谁能拿得住我 爱护 你也不必太过狂傲自负 他们虽然不行 可是还是会有人能够将你擒住 哼 你是说你自己 怎么 你不相信 哼 听说你练了点武功 不过 只恐怕也是花拳绣腿端不上台面 我劝你 最好不要自己找难堪 那你不妨试试 你们把兵器全都收起来 不要让外人说我们兵部仗着人多以重其寡 都推下 是 我正要领教一下小侠爱护的断刀 那是你自找的 别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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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人 手下留情了 请慢 展护卫 你果然是好剑法 你一个非江湖人来说 赵大人的武功的确让人意外 赵大人何必要逼我动手呢 难得剑是南侠展昭的身手 这实在忍不住让我想要一事 得罪之处 请多多见谅 好说 至于爱虎 赵祥 你如果还想打下去的话 我奉陪 爱虎 爱虎一时冲动 还请赵大人不要计较 展护卫 辞协擅闯兵部乃是重罪 不过 他既然在包大人身边效力 又有展护卫说情 我不追究就是了 赵祥 爱虎 闭嘴 展护卫 放他走 是 失礼之初 展昭日后再前来请罪 无妨 我看展护卫还是赶快去追上爱虎 以免他又生出别的事端了 多谢赵大人 大人 为何放爱虎离去 总得顾全一下包大人的颜面 没事了 你们都退下 是